哈喽,我是老雷 我一直有一句话想说 但是不知道等机会或者啥没有说 我想说的是 我们可不可以对各种服务员稍微好一点 对吧 就比如说餐馆里面的服务员 人家也是你的同胞 对吧 或者是其他的孩子 说不定人家是其他的父母 方丈也是人 对吧 然后他帮你把你的菜端过来 也不容易 他赚的钱也不多 我们可以对他温柔一点 或者客气一点 反正对他好一点 对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在北京或者那种大城市 现在已经变成好多了 但是我刚到中国的时候 就是2005的时候 我真的惊呆了 那个时候 你要想 在我们德国和服务员 一般不是所有人 但是一般你会说 你出的工 就是excuse me 不好意思过来一下 或者是麻烦你过来一下 请过来一下 但是在中国那个时候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说 不愿 就好像喊狗一样的 我真的受不了 那个时候 现在已经好多了 但是还是不完全好 我觉得 我们对他们好一点 对吧 为什么现在要说到这个 因为我刚在这边 在中国我用餐 午餐吧 然后 我要求买单 那个服务员过来 一个小姑娘 然后 什么都不说 就把那个单子给我 但是我看得出来 它是有点 憋不出要笑 你知道吗 我看那个单子 我说 打回上 三个数字 二 五 零 我觉得太可爱了 你知道吗 我看不出了 我看不出了 我看不出了